有些家長很喜歡 例如有些星星 獎勵計劃 有些諸如此類 其實我覺得在幼兒階段 都不是說不行的 但如果那件事是一些責任 而變換成為獎勵的話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例如做家務是不需要獎給他 因為家務是每人做的 所以我覺得父母在起初 如何建立一個價值觀 是重要的 例如第一 原來有些事你根本是應該要做的 跟獎勵和法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你的責任 例如家務 功課 書 書包自己拿 這些概念 或者說話其實我們可以幫他 例如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情 這些經常說 他就會有一個學習動機 還有一個自理想法 這兩樣就是最能幫到他 而不需要打 不需要罰 不需要獎 他都會去自己成長 還有教得到 如果我覺得不需要獎 那些什麼星星 貼紙 尤其是去到小學 真的不需要 他應該自己有自理能力 是零到六訓練的 訓練中有自理能力 那為何自己做的 做父母的 你想不打 又不用獎 如何可以令他成長 便會接受失敗 擁抱失敗 願意失敗 給空間去成長 他有學習動機 他就會自己成長 而不用跟我們說 而這個是最美好的 願意在孩子面前 有時承認一下不行 就是幫他怎樣成長 怎樣管教他 令他明白 人生不是所有事都是必然 是要努力的 要爭取的 媽媽都試過不好的 都做得不好的 曾經試過 我當年考演藝 三千多人考 只有十九個 我都是不懂的 就學吧 不懂就學吧 不要緊 沒人生出來就懂 現在 這些真實的話題 其實媽媽都很無知的 但我們就慢慢學 我們不想我們的小孩子 不想在高壓之下 去學習 亦不想在很縱容的內 去成長 愛管教業 新教 有新教就可以了